我们看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比较多应该有占了27%左右的华人吧 其实马来西亚的命脉经济命脉是掌握在华人手里的 好我们看看他的当时的起点是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半 到70年的是涨到三倍多 然后80年代甚至达到了八倍多了 然后90年代也是八倍多 这是最高点 然后就两国之间的差距就人均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到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两三年之后 应该中国的人均也会超过马来西亚 好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个跟中国人均GDP比较接近的一个民主国家是墨西哥就是美国 南部的这个邻居60年的时候它是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 然后70年代已经是六倍多了 80年代甚至十五倍 大家可以看到是十五倍是最高点 九十年代都还有十倍 好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 中国经济起飞 所以与他的差距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甚至呢到2018年就第一次超过了墨西哥 好我们看看土耳其他60年代它是中国的相当于中国的五倍多吧 然后70年代是四倍多 然后呢到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相达了相差七倍多了 90年代甚至九倍多 然后呢就越缩越小 然后呢到2018年中国就一举超过它了 估计如果它的货币不突然升值的话 估计土耳其很难再重新超越中国 好还有巴西 巴西呢是上帝非常眷恋的地方 因为确实啊上帝太青睐它了 它的国土面积几乎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大 它的土地非常肥沃 又有个亚马逊的那个原始森林资源反正非常丰富 它就躺着都饿不死的国家 我们看看它发生怎么样啊 60年代它是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多一点 70年代四倍多 80年代80年代十倍 90年代也还是十倍左右 到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两国的差距就越来越小了 然后呢在2018年中国也一举超过了巴西 这也非常不容易啊 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中国连续超过了几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吧 好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阿根廷 阿根廷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从真的是发达国家变成发展中的一个非常奇葩的国家 这跟他们人种还有他们的人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认为因为阿根廷主要是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人的移民 有一些德国人但是主要是意大利的人比较多 意大利这民族本来就还或者是西班牙这边 本来南欧人就比较懒散 他们主要是喜欢享受生活 生活的节奏比较慢 可以说是不思进取吧 导致了他们的发展是这样 比如说60年代的时候其实阿根廷已经达到1100多美元 我的数据只是1962年的啊 我就全是1960年数据吧 好比较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和英国法国德国他的发展水平非常接近 也就是呢 当时阿根廷就是发达国家 对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出的时候 阿根廷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到了七十年代 他的也是比中国高出了十多倍 到八十年代的话还有十三倍 十四差不多十四倍那么多 即使到九十年代还有十多倍呢 两千年之后中国经济起飞 那阿根廷他经济一次比一次崩溃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2015年 你看他的他的经济突然就崩溃一次 其实两千年也崩溃过一次 但是后来又很快恢复了 2017年又崩溃 你看到了2018年 他少了几千美元 2017年又崩溃了一次 所以2018年时候他又少了几千美元 到了2019年又 那个货币大贬值 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被中国超过了 那2020年估计可能也货币不特别大的升值 很难再超过中国 所以啊这个阿根廷你看他只增长了八倍 阿根廷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国家 因为他的那个自然条件真的太好了 地广人稀 然后呢光是养牛 卖牛肉 出口牛肉就可以发财 但是他为什么会搞得经济这样一次比一次崩溃 主要是他那个人的懒惰有关 另外呢他是民主选举 每一次政客都许诺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然后呢相当于用那个福利买票一样 你福利越来越多经济 你就是你的这个产业就没有竞争力 没有竞争力就导致呢 可能就是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 自己东西越没有竞争力 那么所需的进口就越多 工资提高了 但是你的物价涨幅也非常高 导致了通胀非常高 对吧 福利越来越多 自己政府没有钱那只能是借债了 所以这债态高足 最后导致货币崩溃 然后又重新开始 就相当于一个恶心的存还 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 就阿根廷的那个经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就经济崩溃 就再起来然后再崩溃 每一次都被都被那美国这样国家剪羊毛 剪来剪去 现在剪成发展中国家了 好我们看看南非吧 南非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因为我们都知道90年代之前南非呢是白人统治的 他是白人黑人是格力的政策 种族格力的政策 曼德拉上台之后 黑人统治这国家 问题就来了 当时曼德拉还得了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呢 就得了不是世界是诺贝尔和平奖 就是因为他推翻了白人的统治 可能当时全世界在庆祝欢庆他的时候 没有想到今天南非的发展会变成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南非当时是几乎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的了 只剩下最后一步 因为他是工业门类非常齐全的一个国家 现在后来由于听信了西方的一些那些人的说教 所以搞了所谓的去工业化 变成了现在这样名不聊生 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四倍多到近五倍 然后呢到七十年代甚至是八倍 然后八十年代我们看看是十五倍 我的天啊 当时是相当于中国人均GDP十五倍 到九十年代都还有十倍 好到后来你看看美矿玉下 到2015年中国已经超过南非很多了 你们可以看到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他的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六成 我觉得如果中国不出乱子 南非应该是不会再也没有机会 我们不能说永远 但是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再超过中国 这是南非采取的那个也是民主政治 听信了西方的 好了我们看看越南 之前有是两个国家南越和北越 北越是实行社会主义 南越是资本主义的 后来南北南越北越打仗 所以北方赢了 然后呢就变成一个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这里的数据是当时是六十年 是北越南越分开的 我取了它的中位值 我不知道人口我就这样取而已 没有科学性但是还可以有一定的说服力 这里呢六十年代 越南要比中国的人均GDP要高 七十年代就两国很相近 但是后来美国呢入侵了越南 越南打了很多年仗 所以国力消耗非常大 所以到八十年代 七九年还有自卫反击战 就是中国跟越南又打了一仗 时间很短 但是对越南国力的消耗是有一定影响 所以到八十年代一九八零年时候 你看越南可以说是赤贫止到了 每年GDP只有四十四美元 非常可怜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相当于它的三倍多一点 一直都在这个幅度排 排怀 现在不到四倍 所以越南也是也是一个悲催的国家 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些儒家的思想的影响 有很多比如说广西还有越南北部的 其实是很多人是同一个民族的 他们的长相也其实也蛮接近的 越南现在大概有一亿人 如果它政治比较稳定的话 越南发展前途其实挺大的 我们中国已经有很多 把它弄到越南去的生产线工厂什么之类的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蒙古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国家 它特别恨中国 可能就是羡慕嫉妒恨恨那种恨吧 我们看看啊 之前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属于苏联的附庸国 当时是没有经济数据 后来到1980年有的时候是1300多美元 当时呢是中国的六倍多你看看对吧 当中国是195 它已经1000多了 然后90年代它还有一千多一点 到了2000年也就呢 90年91年苏联崩溃之后 它原来附庸国就得不到任何的那个帮助了援助 所以它马上你看折腰都腰斩的不止 跟那个乌克兰非常像 跟朝鲜其实也很像 但是没有朝鲜的数据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把朝鲜把它列出来 2010年因为它很多资源 中国也是脱中国的福啊 中国经济发展之后需要很多原材料 所以它卖资源的就发财了 你看突然从400多涨到2000多 只相踏中国差不多一半 但是后来杀剧还是越来越大 OK这蒙古这个国家就说那么多吧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们看委内瑞拉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可以展开话题的国家 刚才说了委内瑞拉 还有沙特这些都是石油资源为主的国家 天然气啊石油啊 这些特别是70年代的时候 有石油危机 后来就突然石油的价格上涨之后 它就发财了 当时它的国力其实也是挺强的 人均你看相当于中国的十倍 相当于中国十倍 一直大概都十倍 甚至到80年代的时候相当于十九倍 到90年代只有八倍左右 后来由于它的货币崩盘 因为它应该是查韦斯上台之后呢 实行了比较有社会主义特性的计划经济 很多企业受归国有 然后呢可能运行不当政策不当嘛 造成了很大困难 刚才我说了它是石油资源为主的国家 所以可以看到在2000到20002010年的时候 它的经济呢突然 它的人均GDP就是井喷尸的上涨 就是拖了那个石油的福嘛 后来财卫斯上台之后就不行了 在2015年就经济崩溃 就不不不再发表什么任何的经济数据了 到去年2019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由原来的9年前的13000多 已经是下跌到只有2000多美元 好可怜啊 只有中国的大概四分之一了 原来是中国的15倍 现在只有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60年 文内瑞拉的GDP人均只上涨了2.5倍 如果刨掉那个通货膨胀 其实它是下降的 也就是呢 它日子还没有60年前的日子好过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肯定感到不可思议 但确实就这样 所以啊 它其实文内瑞拉是很奇葩的 它既是目前它采取既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但是呢又有很大的所谓西方那种 民主政治的那个性质在里面 因为它是选举的 有反对党 那个反对党是瓜伊多 我们都知道 它是美国扶持的傀儡 瓜伊多在 它目前在文内瑞拉还是享有很大的自由的 它可以自由走动 也可以出国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它是独裁根本就说不上 只不过它采取的政治呢 是比较社会主义性质的 好 我们看沙特沙特这个国家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说过 我们中国人很多认为它是负得了油油 为什么有这种假象呢 是因为我们的媒体的报道 就是报道他们的王子 是怎么样的过奢华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人均GDP 其实不高 它比台湾还要少 比如说两三千美元 我们去过台湾的人肯定没觉得台湾负得流油 是吧 那可以想象普通的沙特人 绝对不会负得流油的那种生活 其实沙特人呢 普通人是比较悲催的 他社保没有 这样没有那样没有 过的生活可能还不如普通的平均的中国人 他只不过是王子 他拥有非常多的财富 那里的贫富差距绝对非常非常大 这个沙特呢是美国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独裁的君主制国家 但是他是美国的好朋友 美国跟他走得比较近 所以没有什么法案 人权法案没有 OK 我们看看利比亚 利比亚呢也是石油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有个卡扎菲是吧 卡扎菲也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可以这样说 另外一个呢 他是有一点神话色彩 比较怪的一个人 所以一个政治圈里面比较奇葩的一个人物 他在前几年被法国领导的 一伙人把他把这个国家把他崩了 然后呢把他也杀掉了 虽然那个卡扎菲是利比亚人杀死的 但是他的背景就是西方国家发动了颜色革命 然后呢西方国家自己亲自开战斗机把这个国家打垮 然后才造成了现在利比亚这样分崩利息的局局面 好我们看看利比亚60年代他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多三倍多 然后呢70年代是五倍多到80年代是50多倍 我们可以看到他涨到了差不多12000也就不算是60倍啊 这是非常大的 你看当时他已经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 比比英国还要富裕 我们看90年代 因为90他可能有个什么危机 你看他的经济受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还是相差了20多倍啊 2010年的时候他还是 还有一万二 这只相差不到 也就呢只有三倍这样 到后来卡扎菲被杀死之后 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混乱 就无政府主义一样 自己人打自己人 所以搞得民不聊生 最后你看2015年的时候 只相当于2010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我的天啊 太可怜了 现在只有中国的一半了 这就是西方带给他的所谓的民主自由啊 伊拉克我们都知道是萨达姆对吧 萨达姆也是被西方 这是不是一个梗我不知道 他有化学武器 但找不到后来是好像是找到一代洗衣粉 说是化学武器怎么怎么样 这只是一个历史背景 我想交代一下 以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表格 好 我们可以看到60年代 他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多 70年代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 然后呢到80年代 因为70年代之后 石油危机之后 石油呢突然跪起来 那突然你看他就人均呢 增长了13倍左右 他达到3900多相当于中国的20倍了 然后90年代相当中国甚至30倍 你看90年代的时候 他已经是达到1万美元 相当于这西方发的国家一半这样子 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发动了战争 所以把它杀掉之后 整个国家就崩溃了 你看202000年就没有经济数据 到了2010年只有4000多美元了 没有原来一半那么多 后来就一蹶不振 一直在四五千之间徘徊 现在甚至比中国还低非常多 只相当于中国的五成多 由原来我们看到多少倍呢 20倍到现在还没有中国 还相当中国一半多一点 这也是让人比较唏嘘 像我们在看到三个非洲国家 中国当时跟非洲国家是一个起点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到80年的时候 很多国家 很多非洲国家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都要高过中国 中国真的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 倒数的国家之一了 排在倒数第五到倒数第十左右 比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好我们看到尼日利亚当时 还比中国高一点 我们看到到70年代 甚至是中国的两倍 到80年代 你看是中国的四倍多 尼日利亚 然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那中国马上就追上来了 我们看看到2019年 中国甚至相当于它的五倍了 由原来的 它是中国的四倍多 到现在中国是它的五倍 这角色的翻转也挺有趣 我们看看坦桑尼亚 我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请全国之力 那时我们中国真的是大傻臂啊 帮坦桑尼亚还有赞比亚 沿进了几千公里长的一条铁路 耗费了全国的国力 然后呢 在当地也死了不少人 坦桑尼亚应该原来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它没有数据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的时候 它是一百七十四 原来是超过中国的 我看了好像在某个地方我现在又找不到了 一九九零年它是一百七十四 中国是三百一十多 要比它多了 然后呢 中国跟它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现在只有中国的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这差别非常大 最后的一个国家 卡麦隆 卡麦隆因为我刚刚去过 就是上个礼拜我去过 所以我对这个国家印象比较深 我就把它拿出来 而且它在非洲来说也不算一个小的国家 所以中等吧 它有一千多万人口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六十年代的时候 人均GDP比中国还高 七十年代也是比中国高 甚至到我们看看八十年代 它的GDP相当于中国四倍这样 这非常厉害 你看看当时七百八十多 中国才是一百九十五 甚至到九十年代 都还相当于中国的三倍 后来中国经济起飞之后 你看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到二零一九年 我们中国超过一万 它现在还是一千五百一十五 也就相当于中国的 大概是七分之一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觉得跟所谓的政治制度 没有直接的关联 更不能够说 你是民主制度一定会发达 你是所谓的独裁 或是像中国这种 犬贤认能的制度 精英统治的制度 你的政治非常稳定 那就很可能发展的比较快 加上这我们说我们的文化 是跟其他国家 跟他其他州是不一样的 所以凡是东亚的 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只要不折腾 那肯定会发展比较好 其他的政治制度 不管你西方认为非常成功的 所谓的民主政治 但是在很多国家 你可以看到也没有成功 所以搞经济的人 不能够老是从政治的角度 去考虑这经济的数据 OK 有的时候可能你去考虑经济数据 反而是这民主政治 可能是一个反例 就是不好的例子 反而是让一个国家经济 可能越来越坏 好的 现在我把这个表格 就等大家探导到这里 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 或者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 好了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